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小A老师的AR课堂 小A老师经常都会拿自己的经历来告诉大家呢 因为我知道亲身经历永远都是更具有说服力的 我知道为了要改变糟糕的事情 一个好的表率永远都会好过一个好的意见 在学习的道路上 小A老师也永远都不会对着大家指手画脚 我只想以我自己个人的经历来积极正面的影响你们 无论是西语的学习还是对待人生的态度 大家都一定要记住 我能够做到的在听课的每一个你们 也一定都可以 甚至比我做得更为出色哦 小A老师我深深的热爱着西班牙语这门语言 所以也希望能够将对于这门语言的热情传递给你们每一个人 也希望你们都能够爱上这门语言 学习自然变得快乐起来了 不是吗 再来跟我念一次吧 送给你们我们今天的每课一句 让我们开始今天的课程吧 嗯 话说这每课一句当中小A老师已经说了 一个好的表率是很重要的对不对 小A老师来做表率了 各位同学们 陈述是简单过去时 陈述是过去未完成时 小A老师的变位背的都是刚刚的 请各位认一点 我相信我应该都能在一秒钟之内给到大家反馈 没错就是一秒钟 这也是各位同学你们要对于动词变位努力的终极目标 也就是说当你以后啊 遇到一个动词 你能够在一秒钟变大的时间当中反映出这个动词的变位形式 那我可以告诉你 西班牙语你绝对流利起来了 没错 动词变位乃西班牙语之根本啊 我们在上节课当中呢 学习到了这个崭新的时态 叫做陈述式的过去未完成时 那你回家有没有好好复习呢 有没有好好朗读呢 有没有好好背诵呢 跟小A老师一起来复习和巩固一下它吧 小A老师说这个时态 我是需要大家能够尽快记下来 因为它的不规则形式够少啊 而且它的规则形式又够简单呀 只要记住一个人称 其余人称就像唱歌一样就能唱出来了 那赶紧跟我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总共有两组形式 第一种情况呢 就是以动词原型are结尾的情况 如果动词原型是以are结尾的 我们会去掉词尾的are 分别加上ava avas ava avamos avais 以及avang 这样的六个情况 那如果是以are的结尾的呢 同样的道理 我们会去掉词尾的are ir 然后分别加上ia ias ia iamos iais iang 那在上节课我们学习的时候呢 小A老师没有非常隆重的强调过 那在这里呢 我再隆重的强调一遍 请各位同学一定要注意的是 are和ir结尾啊 他们在陈述时过位完进行变化的时候呢 去掉are和ir之后 所加的其他的词尾 全部都要记得加重音符号 是每一个人称都有的哦 ia ias ia iamos iang iang 而且重音的位置都一样 都在第一个原因 i上面 是不是很好记呢 千万不要忘记了 书写的时候可不要漏了 读起来的时候也不要忘记 一定要中读哦 你都记住了吗 那说完了这个完全规则的形式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完全不规则的吧 小A老师说这个时代相对来说乖巧很多 因为他完全规则的说完了之后 完全不规则的就很少了 也就只剩下三个动词 它们分别是ser ir 以及ver 在上节课的文章当中呢 我们就看到了ser的变化形式 如果说所有人称 你不知道是否对era还记忆犹新呢 那现在就跟着安妮大一起 来把ser的各个不规则的情况 一起来念一遍吧 它叫做era eras era eramos eras 以及eran 你都记住了吗 小A老师说这个陈述是过完 就是这点好 你只要知道他这个动词的一个人称 其他人称就能够侃侃而谈了 没错 这就是动词set的变位 那我们再来额外的学习一下 崭新的内容了 动词ed的陈述是过位完 又应该怎么编呢 小A老师之前已经提了 说它是完全不规则变位 所以如果是根据规则 以ed结尾的去掉ed 应该叫什么 叫ia ias ia 对不对 那怎么办 这个说起来太奇怪了 它可不能这么讲 它叫 eva evas e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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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evan 大家要注意一下 是编出了一个很奇怪的 be 这个着福音字母 那不管 反正人家就是不规则 不规则 那哪里还有原因 就记着照被就好了 接着最后一个人叫做ber 中文意思是看见 那这个词呢 如果根据正常的规则 是er结尾的 对吧 应该去掉er字吗 直接加词文 那变成什么 b 是不是很难听 这个说戏国家的人 可能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了 他们觉得这么读也挺难听的 所以呢 虽然这个书上 很多书上都把ber的这个 陈述式过位完 列为不规则 那小艾老师说 这种不规则 完全就是我说一句话 你们就能记住 什么意思 就ber这个词 在陈述式过位完 你不要把它er都去掉 你就把那个er给它留着 然后再去加那个词位 就变完全规则了 为什么 它叫beia beias beia beíamos beia 是不是 是不是小艾老师说的 你只要把那个er给它留一留嘛 这也没有多不规则嘛 而且总共就这三个人 这个时代应该难不倒你了吧 好了 那废话不多说 我们赶紧去小练习当中 再来把这个陈述式过位完 多练几遍吧 没准今天下课之前 你就把它记住了 也有可能哦 让我们一起来做个小练习吧 好 好 那欢迎大家在完成了这个有关陈述式过位完的各项练习之后 继续回到我们的课程当中来 今天呢 第一件事我们就得把上节课那个作者啊 没有看完的文章继续看完 先来回顾一下 看看他上节课都说了些什么吧 行 上节课呢 这个作者是这么说的 他说 嗯 在我小的时候呢 我有很多的玩具 那其中呢 我最喜欢的叫做贝贝 啊 贝贝是什么呢 是一只帆布小象 贝贝是什么颜色的呢 是玫瑰色的 然后呢 他还有蓝色的斑点 他有一双非常大的耳朵 他动起来的时候 那个耳朵就会发出声音 这个作者呢 就接着说了啊 这个我记得呢 我也经常会玩一个消防车 然后呢 这个消防车呢 就像真的一样 这个消防车 有一个红色的汽笛 这个汽笛响起来的时候啊 声音是非常大的 他还有一个非常长的梯子 嗯 那我们接下来就要继续了 看看作者 还聊到了一些什么 其他的内容呢 接着往下念了 pero de todos los juguetes recuerdo especialmente un barque zoológico que todavía conservo en el que había toda clase de animales uy 又是很长的一段话 又有点理解不了 别着急 有问的吗 他是这么说的 前面刚说过了 一个小象 然后说过了 一样小防车 这里呢 他转着了一下 pero sí pero 但是 在这里的 其实并没有具体的翻译 就是关于这些 所有的玩具 说起这所有的玩具 todos los juguetes recuerdo 嗯 没错 又出现了 记得的陈述 是现在是 小艾老师之前 已经讲过了 记得这件事情 肯定是我现在记得 所以用不到 过去的时代 对不对 我现在人就记得 怎么样 especialmente especialmente 这个词 大家认识一下 直白的中文 意思是 尤其是 特别是 它是一个 父子 是没有阴阳性 没有单负数变化的 尤其做某事 我尤其记得的事 就我特别记得的 是什么东西呢 un barque sorogico 那barque呢 直白的意思是公园 sorogico呢 就是动物 动物 那连起来 就是一个动物的花园 就是可能有很多 小动物在里面 如果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直接要说 我要去动物园 那就直接叫 sorogico sorogico 大家是不是喜欢 sorogico啊 对于安大来说 ami me encanta sorogico 对于我来说 我是超级喜欢 sorogico的 大家很喜欢 去两个地方 一个是museo 也就是博物馆 另外一个呢 就是sorogico 动物园了 那你呢 i a ti 插播了一个 有关于 gustar的用法 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我继续了 这个作者呢 就继续说了 他说 我尤其记得的呢 是一个动物的花园 这个动物的花园 怎么样的呢 que todavía conservo 对这个动物的花园 也有一个注解 对不对 怎么样的呢 todavía conservo 大家见到了 这一个 conservo 小艾老师来解说一下 他来自于动词原型 conservar 直把的意思呢 是保管 保存的意思 直把的中文意思是说 我到现在为止 都保管着 保存着 todavía 人就 孩的意思 对不对 保管着 保存着 是不是现在人就 保管 保存啊 不能用过去了 所以我们直接用到了 陈述时 现在时 就是我有着一个 动物花园 怎么样的动物花园呢 是我一直保留到现在的动物花园 你能理解 好 那动物花园怎么样呢 en el que 这里的en呢 就是在什么什么里面 而这个en呢 就是代替前面的sorogico 在这个动物花园里面 有什么呢 avilla avilla 它来自动词原型avere 对不对 我们曾经在讲它的 简单过去时变位的时候 有提过哦 动词原型叫avere 那在简单过去时 虽然是不规则 但在陈述时过未完 它就变得很规则了 乖乖的去掉er 加上i啊 变成了avilla 在这个公园里面 就是这个动物的公园里面 toda grase de animales si toda grase de animales animals就是动物 那grase呢 这把的意思是阶级等级 那我们在这里就可以翻成 各式各样的 各种类型的动物 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吧 看看有哪些小动物呢 总有一款你所爱哦 叫做leones digres jirafas monos os 这边列了这么五种动物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有哪些 leones 都是附属形式哦 león 就是为狮子 digres 单数形式叫digle 就是为老虎 jirafas 单数叫jirafa 就是为成井鹿 monos 单数叫mono 就是为猴子 os 单数叫做oso 也就是熊 列了这几样动物 接着呢 cada uno denia su nombre y su personalidad 哦 这个好神奇哦 有没有 cada uno 就是为这每一个人 这每一个指的是谁呢 就是前面的这些小动物了 每一个都 denia 拥有着他们自己的 什么东西啊 名字 对不对 有名字 denia su nombre 并且还有什么呢 他们的什么 personalidad 这个字要认识哦 大家如果以后要去参加考试啊 他可能会让你描写一个人物的 personalidad 这个字就很重要 一定要看得懂 不然你都不晓得是他有你干嘛 对不对 解释为人物的性格特点 也就是个性啊 就是描写一下这个人物的个性 那么在这里呢 这个作者就说了 这每一个呢 都有自己的名字 还有他们的个性 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接着 y aunque a veces luchaban entre si se llevaban bien y eran buenos amigos 嗯 这边也有一些 我不能够理解的问题啊 那小艾老师先来解说一下 ange 这个词 直白的中文意思呢 是 虽然 嗯 今天我们算是非常正式的 跟这个ange打一个招呼 以前也许在文章当中 我们也见过 不过小艾老师 没有像现在如此严肃和认真的 要跟大家引荐一下他 ange呢 直白的中文意思是 虽然 他在使用的时候呢 就是去连接句子 并没有什么特殊性 但是 ange这个词呢 跟我们中文当中的使用 有一点点不一样 我们中文当中说 虽然通常后面会连一个但是 对不对 但是西班牙语当中 虽然和但是是不能连用的 这和其他的外语啊 比如英文当中是一样的 你如果用了ange 大家后面就不能再加上pero了 明白 那连起来就是 虽然怎么怎么样 但是怎么怎么样 你们看到吧 这句话是没有但是的 明白 只有我们在中文翻译的时候 你才能这么翻 那虽然怎么样呢 a veces 这是一个频率哦 有学过的 跟什么 siembre la normalmente la 什么nonga 一起学的 a veces呢 是一个相对来说较为低的频率 解释为有的时候 对不对 虽然呢 有的时候 luchaban entre si 那么这里呢 有一个相对来说 比较难的语法点 但我们没学过 听安大讲就好了 entre si 在这里其实就是一个互相 就是他们 在他们之间嘛 entre 分析他的 大家先听我讲就好了 在这里呢 连起来就是说 虽然有的时候吧 他们会在他们之间干嘛 entre si 干嘛呢 luchaban 东词原型叫做luchar 解释为斗争 抗争 那在这里就是什么 打架的意思 OK 虽然呢 有的时候 他们之间会互相打架 se llevaban bien 那么其实呢 中文但是 就是翻译在这里的 虽然他们有的时候会这样 但是 se llevaban bien 认识一下 动词原型叫做 llevarse 我们说这个词呢 是用来表示 人物相处的关系的 yevar如果没有se呢 解释为带着某物去某地 对不对 带着某物去某地 那yevarse呢 加共加人 yevarse加共加人 或者直接用 中文意思就是 和谁谁谁相处的好 或者谁和谁相处的好 直接用就可以了 yevarse 那么在这里呢 就是说 虽然有的时候吧 他们会打打闹闹 但是他们相处的还是好的 对不对 并且呢 他们是怎么样 buenos amigos 前面的单数看了很多了吧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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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了很多 现在出现了附属 era 也要能够反应过来哦 他们是好的朋友们 好了加油了 最后几句话了 yo pasaba horas y horas jugando con mi sol 这个sol 其实就是 so logico的 so 写形式 i soñando aventuras increibres 这是一位 嗯 这是一位怎么样的作者 这个其实还是蛮蛮可爱的 爱幻想的 他是怎么说的呢 有basaba 倒着推下动词形 叫做basar 就是为度过 horas y horas 来大家把这个词 收归己用吧 horas是小时 小时和小时 其实我们就可以说什么 我度过很多时间 对不对 玩耍很长时间 我会度过很多的小时 怎么度过的呢 是通过玩的方式 去度过的 出现了jugando 这可不是什么过位玩咯 jugando来自于动词原型 hugar 是玩的 副动词形式 用来表示 动作发生的方式 他现在呢 说的是我度过时间 度过很多时间 是怎么度过的呢 是通过玩的方式 来度过的 是和什么东西玩呢 和我的动物园 就是和这一些小动物们玩 并且边玩边干嘛呢 so niando 认识一下 来自于动词原型 so niar 前面的那个 左半端的文章 有一个叫so niar 两个人很像 一个是nar 一个是niar 长得很像 就多一个小撇撇 但是意思就不一样了 左边的so niar 按大说是 发出声音 发出声响 对不对 这里的so niar 就是为做梦 梦想 那么也就是幻想着 我会自己歪歪 对不对 我会自己梦 自己想 想什么东西呢 avenduras increivres avenduras 就是为历险 冒险 increivre 形容词 解释为那些 不可思议的冒险 那小艾老师 把这一段话 连起来给大家解释一下 它是这么说的 我们从那个 gada uno de niar su nombre 开始 连起来就是 每个小动物呢 都有着他们 自己的名字 和性格特点 尽管有的时候啊 他们会相互打架 但相处得很好 而且他们都是好朋友 我和我的动物园呢 一起玩耍 很长的时间 我都会自己想一想 怎么样 那些不可思议的冒险故事 明白 最后一句 没错 但是如果我要表达 今天已经 怎么怎么样了呢 是不是在今天 就对于今天来说 这个动作是已经做完了的 但今天是不是还没过去 那应该用什么实态 嗯 我听到了 就是应该用现在完成时 那大家看一下 他用到的是 是不是现在完成时 没错吧 那么这边呢 大家也可以记住一下 这个固定的短语啊 是 就是变成现实 就是现实真相啊 那连起来就是 变成现实 现在是什么东西 变成现实了呢 今天就是 时至今日啊 今时今日 怎么样 那个梦想 我们前面有讲过 那个是动词 对不对 现在这个就是名词 连起来就是 那个梦想 什么梦想 他是不是想自己歪歪 那种各种各样 不可思议的冒险 对不对 他说今天这个梦想 已经变成了现实 所以我们使用了一个 现在完成时 能理解了吧 那为什么他说 已经变成了现实呢 他说自己 soy veterinario 介绍了一下 他的职业啊 这个词可能比较陌生 也比较专业 大家认识一下就好了 可能生活当中 嗯 做这个职业的人 不是特别多 但是一定是需要的 叫做 soy veterinario 大家可以认识一下 现在呢 我是一个兽医 并且 trabajo en un barque natural 那他因为想要 各种各样的冒险嘛 他现在是个兽医 并且在工作 在哪工作呢 在一个公园当中工作 是怎么样的公园呢 natural 自然公园啊 自然公园当中工作 而且是一个 怎么样的自然公园呢 rodeado de animales 大家可以认识一下 rodeado rodeado 直白的意思是包围的 这是一个形容词啊 形容词 有什么什么包围的 动词原型呢 叫做rodear 包围什么什么东西 rodear 那这里呢 就是他的过去分词 来做形容词啊 rodear 动词原型 rodeado 就是有什么什么包围的 那是rodeado de什么呢 有什么包围起来的呢 animaris 就是唯有小动物们包围起来的 你理解了吗 这个就是我们作者聊到了他的童年 以及他现在的整个状况的故事 你是否都理解了呢 我们来完整的理解一下中文意思吧 他是这么说的 他说当我很小的时候呢 我有很多的玩具 其中呢 我最喜欢的是贝贝 是一只帆布小象 贝贝呢 是玫瑰红色的 它还带有蓝色的斑点 它有一双非常大的耳朵 摇晃的时候呢 会发出一些声响 啊 我记得我经常会玩一辆消防车 这个消防车啊 就像真的一样 它有一个红色的汽笛 响起来声音很大 还有一个长长的梯子 但是呢 在所有的玩具当中啊 我尤其记得的是一个动物的花园 直到现在我仍就保留着这个东西 在动物园里呢 有着各式各样的动物 有什么啊 狮子啦 老虎啦 长颈鹿啦 猴子啊 熊啊之类的 每一个动物呢 都有着自己的名字和性格 尽管有的时候啊 它们会互相打架 但是呢 相处的都很好 它们都是好朋友 我和我的动物园呢 一起玩耍有很长的时间 我经常会想象着那些不可思议的冒险 而今天 我的这个梦想已经变成了现实 我现在呢 是一名兽医 并且在一个自然公园工作 身边呢 都是小动物 你是否都理解了呢 看完这个文章之后 你内心一定萌生了疑问吧 就是这个过去未完成时 究竟该怎么用呢 别着急 别着急 我们先来一点轻松的内容 再来研究这个问题吧 轻松的内容是什么呢 大家记得 我们在这个文章当中 作者是不是说到了动物园 然后是不是说到了一些小动物 那赶紧跟着小艾老师 一起来认识一下 下面的这几个小动物吧 轻松完了之后 我们再来研究语法点咯 嗯 那这里呢 小艾老师给大家准备了 16样动物那么多 我们赶紧一起来认识一下它们吧 当然啦 小艾老师说 这一些啊 仅仅作为补充词汇 我并不要求大家能够把这16个动物 全部都记下来 但是那么多动物总有一两个 你应该要了解的吧 我们一起来朗读一下吧 Jirafa Jirafa 嗯 如图 这个就是长颈鹿 接着呢 Gatto Gatto 解释为猫咪 然后呢 Binguino Binguino 大家认识一下 解释为 嗯 没错了 小企鹅 你们喜欢吗 Binguino 然后呢 Algon Algon 这个呢 有两种说法 我们可以叫它Algon 还可以叫它Aquilas 还可以叫它Aquilas 这两种都是正确的 那么Algon呢 一般指的更为凶猛一点 我们可以叫它猎鹰 那一般的老鹰呢 我们可能就叫Aquilas 就可以了 这叫Elefante Elefante 就是为大象 然后呢 这个小动物刚刚在文章当中 也出现过 对不对 叫做Oso Oso 我们经常会把它做为一个比较不好的 什么鳄鱼的眼泪 有没有 Cocodrilo 就是它了 鳄鱼 接着 Hipopotamo Hipopotamo 这个单词读起来很有感觉 有没有 Hipo 然后Potamo 这个Po 要中读哦 解释为河马 接着 Pero Pero 嗯 你的家里是不是也有一个Pero 是你的好朋友呢 狗狗 对不对 接着 Delfin Delfin 嗯 那Delfin和狗狗一样也是非常聪明的 那当然Delfin更为聪明啊 就是为海豚 对不对 海豚 接着 Cebra Cebra 嗯 这个词大家认识一下 就是为斑马 对不对 看图能够知道哦 斑马 Cebra 好 那接着呢 还剩下最后两个了 叫做Ganguro Ganguro Ganguro 直辣的意思呢 就是图上的袋鼠 但其实这个单词啊 比较的特殊 它还可以指一种职业 那大家猜猜看 跟袋鼠比较像的职业是什么呢 嗯 没错了 它是指专门看孩子的那些保姆啊 这个啊 看专门看孩子的 带孩子的 我们也可以叫这个词 Ganguro Ce 接着最后一个词叫做Baroma Baroma 大家认识一下 就是为鸽子 鸽子 嗯 好了 那说到这里呢 小艾老师说了 这是一个小插曲啊 帮助大家轻松和缓解一下 老讲语法也挺累的吧 那现在啊 轻松缓解完了 那我们该干嘛呢 嗯 赶紧去了解一下 究竟这个陈述式过位完该怎么用吧 让我们一起来做个小练习吧 嗯 好了那欢迎大家轻松完了之后回来 接下来我们就要舒奇尔多来了解一下这个陈述式过去未完成时 在这一刻当中我们新学的这个语法知识究竟有什么用了 对不对 我们大家先知道一下陈述式过去未完成时呢 要用我们中国人的思路去理解 而不能用你之前所学过的一门外语哦 也许你曾经有学过英语或者学的很棒 但是现在我们不要他的思路 我们要按中国人的思路来理解 我保证你会很好理解 小小老师先要来解说一下 首先陈述式的过去未完成时 和我们的陈述式简单过去时 它们有共通的特点 什么特点呢 就是都是发生在一个过去的时间 这一点大家应该没有问题吧 就是这个事情都是在过去发生的 都清楚吗 那么它们的区别又究竟是什么呢 大家都知道陈述式简单过去时 可以去叙述这件事情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对不对 那我们的陈述式过未完 更多的是用来干嘛呢 陈述式过去未完成时 经常是用来表达对于过去的描写 用来表达过去一贯的情况 或者是过去反复发生的情况 以我们刚刚这个作者的文章为例啊 他说到了嗯自己小时候是怎么样 小时候是不是描写 小时候拥有很多东西 是不是都是在描写 以及他的玩具是长得怎么样的 会怎么怎么样 全部都是在描写 我们会用陈述式过去未完成时 而当你要叙述一件事情 比如说昨天我去了哪里 买了什么 发生了什么 也就是说嗯细节一点来说 就是了有了一个中文字了的情况 我们通常都会用简单过去时来表达 你能够理解吗 我们一起来举个例子 刚刚文章当中有出现说 那个作者说了描写他自己小时候的情况 我们说用来表达描写 所以我们用陈述式过去未完成时 我拥有 但是我们不是说我拥有了 而是我说我曾经拥有对不对 那么没有这个了 我们就直接用陈述式过未完就好了 用的你啊 但是呢大家想一下 我们把这个话再追加下去啊 我说啊 我爸爸在美国给我买了的 这些东西都是我爸爸在美国给我买了的 那买了是不是已经彻底买完了 那是不是也发生了 那这个时候如果大家要把这个话继续往下说 那这里的买我们就要用陈述式的简单过去时 因为已经是买回来的 就会变成大家都能理解吗 当然了 大家现在先不用在意 小小师可以给大家一个提醒 就是这个陈述式过去未完成时 以及陈述式简单过去时 他们会一直伴随着大家接下来的学习 大家会没事就拿出来去对比一下他们 所以呢 这更多的是一种语感 当然我现在讲的这些规则 大家是需要了解 但是在后期你会发觉 当你真的要使用的时候 你会考虑我这些感觉 重要的就是建立正确的感觉 在最初的时候 这种正确的感觉怎么建立 第一当然是多看文章 第二是多听我的课 第三就是勤加练习了 所以在之后的课后练习当中 大家一定要认真完成哦 因为我们现在是第一次见到这个时代 所以我们就先了解这最基础的第一种情况 再来重复一遍 陈述式过去未完成时 通常都是用来表达对于过去的描写 对于过去一贯的情况 就一直都是这个样子的 其实跟描写差不多意思 对不对 或者是过去反复发生的情况 而我们的简单过去时 则更侧重于去叙述一整件事件 我们可以再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我小时候一直都住在什么什么地方 这是不是我过去的描写 所以我们用比例呀 然后呢 我说到我小时候一直都住在什么 然后有一天有一天我去了河边 是不是也是过去的事情 但是我去了河边 是我过去发生一次的事件 所以我们就会用简单过去式去了 明白 嗯 好了那废话不多说 大家可以先来了解一下这两种时代之间的区别 那为了给我们下节课打好一个基础啊 因为下节课呢 我们会去完成一道听力 而在这一道听力当中呢 大家就可以非常清楚的见到这个陈述时过去未完成时啊 在人物互相对话的时候是如何去运用的 可见是非常重要吧 但是呢 为了要让大家能够听懂这个听力 排除一些其他的障碍 那会有一些深词 或者会有一些不够熟悉的短语的使用 那小艾老师就非常善解人意的给大家列在这里了 赶紧跟着小艾老师一起去朗读一下和认识一下他们吧 为我们下节课打好基础哦 准备好了 一起来念一念 大家听到这个短语呢 可能会觉得有点陌生 但如果我说有没有一点小印象呢 没错啦 它们就是一个阴阳性的变化 其实直白的中文意思就是其他人 对不对 所有其他的人 那么是一个阴性的形式 而我们平时说的就是阳性的形式 其实没差啦 接着往下 acogedor acogedora 形容词 直白的中文意思是热情好客的啊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啊 比如说你去别人家里对方很友好 那我们就可以说他是非常 acogedor acogedora 是一个普通的形容词 接着 seguenda branda seguenda branda 我们说seguenda解释为第二 branda呢 可以解释为楼层或者植物 但是啊 这一点比较特殊的就是 在说细语的国家啊 那其实呢这个可能跟其他外语当中也有这个情况哦 如果我们说seguenda branda 而并不是直接翻译为第二层 而是第三层呢 因为最底层呢 有一个特殊的名字叫做 Blanda baja 就是为底楼底层啊 Blanda baja 所以呢我们就要逐步加一了 也就是说seguenda branda呢 就要往上加一个一 所以呢 seguenda branda 就是第三层的意思哦 了解一下啦 接着往下 Balgon Balgon 嗯这是我们一个家里面的一处 地方是什么呢 叫做阳台 Balgon 接着这个方位词啊 虽然小雅老师列了 但是我心里觉得大家应该要认识它 就算呃不够熟悉 但是也不能不认识 对不对 De draste 这是一个方位 前前后后 左左右 哪一个 没错了 在什么什么的后面 De draste 接着往下 Iglesia Iglesia 当当当当当 通常都是在这里举行的 对不对 教堂 Iglesia 接着sonar sonar 刚刚作者的文章当中有出现过 电话铃门铃都会sonar 对不对 想要发出声音 接着gambana gambana 这个声音呢 这个东西 它会sonar 在Iglesia当中 大家能猜一猜是什么吗 我再说一遍 就是gambana 这个东西 它会sonar 会sonar的 在哪里sonar呢 在Iglesia当中 sonar 一个会在教堂里面发出声音的东西 就是什么东西呢 叫做灵灯 gambana gambana 大家可以认识一下 接着apartamento apartamento 这把意思就是公寓 比如说我们住的楼房公寓 都可以叫这个 接着 las afueras de la ciudad shoba 它的反应词叫 el centro de la ciudad 对不对 las afueras de la ciudad 是交 交外 接着aislado aislada 这也是一个形容词当中 躲了一个名词叫isla 大家可以抽选出来 isla是个名词 直白的中文意思呢 是岛屿 而aislado aislada呢 就是它的形容词形式 大家想呀 跟岛屿有关的 做形容词会怎么样 没错了 就是很孤立的 孤立无缘的 很孤单的 这样子的意思 或者我们会说一个地方 如果是aislado 就是这个地方是很偏僻的 周围没什么东西 对不对 接着往下 叫resto resto 直白的中文意思呢 就是剩余部分 其余部分啊 或者我们也可以说 el resto 就是指其他人 它是一个名词啊 它是一个名词 如果你前面提到的是人 然后你说el resto 就是剩下的人 如果你前面提到的是 某一些其他的名词 那el resto 就是指剩余的这个东西 sing 接着往下叫barecido 嗯 那这个呢 跟我们前面出现过 那个parecer 很像 这也是他的过去分词 做形容词 parecido parecida 就是为相似的 相像的啊 alrededor alrededor 就是为在什么什么的四周 我们一般会说 alrededor de 什么什么东西 alrededor de 什么什么东西 在什么什么的周围 这样的意思 接着 de raza de raza 那de raza呢 跟前面我们说到的那个阳台呢 有一点点像 但不完全一样啊 bargong是阳台 de raza呢 一般是只有住在顶层的人才能有的 就是上面的那个天台 顶楼的那个阳台啊 那个天台 接着 una buena parte de la ciudad una buena parte de la ciudad 那直白的中文意思呢 解释为城市当中好的部分 那在这里的好呢 其实是表示量大 所以呢 una buena parte de la ciudad 就是城市当中的大部分 接着 enfrante de 也是一个方位 解释为在什么什么的对面啊 加油加油 可能生死比较多 但是因为我是 可能有一些大家都认识 但是我也给大家列进去了 嗯 不想大家有麻烦嘛 对不对 好 那接着往下叫做agradable agradable 形容词解释为令人愉快的 所以令人愉快的 接着 urbanisation urbanisation 有没有同学认识这个是什么意思 嗯 那urbanisation呢 常见的有两个意思 一个解释为都市化的 对不对 就是相对来说比较专业的意思 都市化的 那在这里呢 我们就解释为一个中心的生活区 OK 一个生活区 民众生活的地方啊 一个urbanisation 然后呢 rodeado rodeadate 刚刚文章当中也出现过了 有什么什么包围的 有什么什么环绕的 对不对 好 接着buardia buardia 嗯 这个解释为什么呢 好像之前在解说家具的时候 也没有这个词啊 没错 这个词呢 可能出现的概率比较少 但既然出现了 我们就认识一下 解释为阁楼 此一小的阁楼啊 buardia 那其实比较爱阁楼 虽然可能是这个 这阁楼嘛 肯定是下热冬冷 这样子的情况 对不对 但是你有没有觉得 住在阁楼里面 有一种很有安全感的感觉 OK 好了 我们继续啊 接着往下叫做 chimenea chimenea 这解释为壁炉 OK 冬天的时候 这个应该很舒服 对不对 chimenea 就是点燃 我们比如说什么 开灯 开电子设备 这个打开 我们也是用这个点燃的动词 encender 加油 最后两个了 sendarse 这个词其实我们学过啊 但是怕大家不够熟悉 所以小艾老师又列了一遍 解释为坐下来 sendarse 最后一个 junto a junto a 解释为靠近什么什么的地方 OK 或者说离什么什么附近 在什么什么附近 在什么什么旁边都可以 junto a 大家可以认识一下 嗯 好了 那今天呢 我们认识单词就到这里了 小艾老师先强调一下 我刚给大家列的单词 可不是强迫大家一定要背出来哦 我只有一个要求 就是多读多读 对他们有一个比较好的 比较熟悉的印象 为了方便我们在下节课的听力当中 大家不会听到这个词比较陌生 而卡住 因为这一些词 其实并不是我希望大家能够去听的重点 因为我们要通过听力 去了解这个陈述是过去未完成时嘛 但是为了怕大家有遇到不会的单词 然后瞬间就 嗯 这是什么 就没有办法前进了 所以才列给大家 你们不用刻意的背 当然了 如果能够背下来也是最好的 最主要的是能够熟悉他们 来方便我们下节课完成听力 今天我们就先说到这里了 嗯 去文化上期等着我吧 我马上就来 让我们一起来做个小练习吧 在今天我们的文化上期正式开始以前啊 小A老师要先来八卦的问大家一个问题 就是大家爱不爱吃东西呢 啊 是不是真正的吃货呢 那如果是的话 你又爱不爱下厨呢 会不会做饭呢 做饭是不是一定要点火呢 当然要 也不是啊 我可以做冷盘嘛 嗯 好像也对哈 那我再问问 做汤是不是一定要点火呢 做汤那是啊 汤那一定得做的热热乎乎的嘛 对不对 哎小A吃火说 那可不一定哦 这世界之大可是无汤不有哦 今天的文化上期 小A老师就要带着大家去看一看 西班牙人这独特的冷汤 相信在听课的同学当中 也一定有见多识广的小伙伴们 说不定就曾经耳轮过西班牙冷汤这一说 但大家知道吗 常见的西班牙冷汤 其实是有两种的哟 西班牙冷汤 西班牙人呢 叫它为Gaspacho这个东西Gaspacho 它源于西班牙南部的安达路西亚地区 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前啊 这个把番茄和辣椒带到了欧洲之前呢 它只是用隔夜面包 盐 橄榄油 大蒜和醋 等等的混合物 听着大家都没食欲了 是不是 那这个东西呢 是西班牙炎热地区 夏天非常常见的一道冷菜 那它呢 是液体状的 然后呢 就被人们叫为汤了 那而且呢 这个汤大多数呢 是作为正餐的前菜 就是当你要吃正餐之前呢 先来一盘这个冷菜 这个前菜 然后帮助你开胃的 西班牙冷汤呢 跟我们平常所喝到的各类健康杂菜饮品 其实颇为相似 它呢 制作起来很简单 可以用烤的面包来搭配这一道菜 那其实呢 这个冷汤啊 就不仅仅就是有红汤啊 刚刚我们说的这个常见的呢 就是里面会放一些番茄的 这种呢 是红色的汤 除此之外呢 这个西班牙人啊 还有一种汤 就是他们会有一种叫做杏仁大蒜冷汤 这个杏仁大蒜冷汤是怎么一回事呢 就是说啊 这个阿拉伯人呢 曾经统治过安达路西亚八百年 这历史咱们就不追溯了 就于是呢 就把杏仁带到了这个伊比利亚的半岛 然后呢 就有了杏仁大蒜冷汤 这个杏仁大蒜味的汤呢 是白汤 那另外一款呢 就是番茄味的红汤 这个没有加面包 然后呢 比较清淡 通常呢 都可以当做健康的饮料 非常的好喝 那这两款冷汤啊 在西班牙每一个主妇都会做 在炎炎夏日的时候 基本上所有的饭店里面 也都会有供应 那么这个炎炎夏日 持续高温 你如果不想起油锅 不想煎炸爆炒 来上这样一碗别具匠心的西班牙冷汤 是不是也会是一个不错的主意呢 就红汤啊 这个番茄冷汤 和这个白汤啊 杏仁大蒜味冷汤 你更喜欢哪一个呢 要不咱来个红白鸳鸯汤 好了 那今天的文化赏息 咱就说到这里了 饿了吧 赶紧去吃点东西吧 Adio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